书生起欲 举不胜举 真正是圣乐的灿烂 这不仅是你的造化 也是佛爷对你的家户 我们这个身体啊 就是苦海的容器 能有缘分利用此身 帮助别人 那就是吉祥的根基 谢谢你 我记住了 走吧 从这再走十几里 就是菩萨大军的驻地 那里有水 有车 什么都有 我没有什么德行 你要磕头 我活不长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一定要收下 我要吃的 山神会送来 要钱 我也用它了 那我下次再来西藏 我还能来这儿找到您吗 我的余生 都会去拉族拉姆撞火 直到生命 最后解脱 我会替你念经 求仆族 加护的 走吧 我一定会带来看您的 我一定会带来看您的 有点 请求仆族 高高的山 怀抱柔柔的云 依然自在 自在 须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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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想 赶紧想什么才是对用户 有真正粘合度的东西 像阳光 空气 水那样 像食物 像你们中午吃的盒饭 为什么你们每次 都点这一家的盒饭 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它好吃 如果是因为它好吃 那别人想点盒饭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知道这一家好吃吗 靠口口相传 如果他们拥有胡油呢 如果胡油就具备这个功能 告诉他们哪一家饭馆的东西好吃 哪一家饭馆的环境好 什么都好 如果胡油可以 订机票 订火车票 叫搭车 可以 可以做前提提告 可以订阅我们的地址 可以预约医院挂号 可以 可以变成游戏平台 可以让全世界玩同一种游戏的人 在第一时间借助我们的胡油 能够互相沟通 我希望我们的胡油 是这样的一个极大成的东西 不怕复杂 不怕复杂 在这里复杂不是个坏词 它应该是一个平台 不应该只是邮件 只是因为邮件可以撬动这一切 罗总 不 您说的 那个是大型宗托网站才能做的事 我们一个手机软件 它做不到 小黄 我特别喜欢何小黄 刚才说的那三个字 做不到 就是这三个字 让人类走到了今天 几万年前 猴子吃不饱 于是他们想得虎口夺食 可是猴子打不过老虎 做不到啊 怎么办呢 有一只猴子 想到了拿起身边的石头 拿起身边的木棍 他硬了 他学会了使用工具 于是猴子变成了人 有人 有人 想把几十吨的钢铁送到天上去 送到外太空去 铁呀 飞上天 做不到啊 于是有人发明了飞机 它就做到了 有人想把天上的雷电引下来 想照亮黑夜 做得到吗 富兰克林就做到了 于是 他就创造了历史 何晓鸥 我们 是